胃癌不痛不痒 医生提醒饭后如果存在三个表现 建议尽早做胃镜 张阿姨是一位退休教师 年近七十 近三个月来 她发现自己每次吃完饭后 总是感觉胃部有些不适 明明没有吃多少 但总感觉有些胀满和疼痛 但又不是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 张阿姨想着可能是自己年纪大了 消化能力不如从前 便没太在意 张阿姨还发现自己的食欲也大不如从前 体重也在短期内下降了许多 但张阿姨也并未放在心上 长期下来 她的女儿察觉到了母亲的变化 尤其是看到母亲日渐消瘦 心里十分担忧 于是 她劝说母亲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在诊室 医生详细询问了张阿姨的症状 并建议她进行胃镜检查 张阿姨有些犹豫 觉得胃镜检查可能有些痛苦 但在医生和女儿的坚持下 她还是决定接受检查 内镜探入张阿姨的胃中 在胃痘部位 医生发现了一个不规则状隆起 表面粘膜略显粗糙 色泽苍白 医生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活检 并采集了相应的组织标本 活检结果出来后 张阿姨被确诊为早期胃癌 这个消息让张阿姨和她的女儿都无法置信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平时不痛不痒的胃部不是 竟然是胃癌的征兆 医生告诉他们 胃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疼痛症状 但饭后出现的胀满感 胃部隐痛 都可能是胃癌的表现 如果这些症状持续存在 就应该尽早进行胃镜检查 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 幸运的是张阿姨的病情发现的较早 经过手术切除和化疗 目前她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因为工作忙碌或生活节奏快 而忽略了一些身体发出的微妙信号 尤其是进食后出现了一些不是症状 可能正是身体发出的警示 提醒我们该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谈谈 若饭后出现以下三个表现 则有可能胃癌的征兆需引起重视 饭后的三个表现可能是胃癌的征兆 表现胃部疼痛 正常情况下 饭后我们的胃会进行消化 感觉轻微的保障是正常的 但若是少量进食仍然有疼痛感 甚至放射到背部或肩部时 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当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癌细胞可能会侵犯胃壁和周围组织 导致胃部疼痛的出现 肿瘤还可能影响食物的消化和排空 造成胃部的压力和张力增加 进而引发疼痛 此外 肿瘤还可能引起胃部的炎症和溃疡 这些都会加剧疼痛感 早期胃癌的疼痛通常不会是撕心裂肺的剧痛 但也足以让人坐立不安 十分影响工作和生活 如果该症状已经长期存在 病逐渐加重 患者需对此引起重视 及早进行检查以查找原因 避免小病脱成了大病 表现频繁恶心呕吐 饭后出现恶心呕吐 可能是因为肿瘤阻塞 或者压迫了胃的正常功能 当胃癌肿瘤阻塞了胃的通道 或者压迫了胃的神经 食物无法正常通过胃部 当胃部受到肿瘤的刺激时 就可能引发恶心和呕吐 呕吐物可能是刚吃下的食物 也可能混合着胃酸或胆汁 呈现出黄绿色或咖啡色的液体 这种呕吐物往往伴随着 强烈的腹部肌肉收缩 使患者感到非常痛苦 在严重的情况下 呕吐物中甚至可能带有血液 这可能是由于未年磨受到损伤 或者肿瘤破溃所致 同时患者还可能出现食欲不振 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 这些症状相互交织 共同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 表现持续的保障不适 这种保障感可能伴随着胃部不适 胀气或癌气 打嗝等症状 即使进食量并不多 也会感到胃部异常保障 仿佛食物在胃里无法消化 这种不适感可能是由于胃癌肿瘤 占据了胃的一部分空间 导致胃的容量减少 食物无法正常通过 此外 肿瘤也可能影响胃的蠕动功能 导致食物在胃里停留时间过长 从而引发保障感 该症状也有可能是由其他胃部疾病引起的 如胃炎 胃溃疡等 在出现这种症状时 可留意是否伴随其他胃癌的典型症状 如体重下降 贫血 黑便等 如果这种症状持续存在 且逐渐加重 那么最好及时就医 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 对于胃癌的不同阶段 其遇后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早期发现并及时接受手术治疗的情况下 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旦胃癌发展至晚期 即便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 其五年生存率也难以超过百分之三十 一比二 由此可见 早期发现与诊断 对于患者的育后至关重要 而胃静作为胃癌筛查和诊断的利器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胃静对于胃癌筛查的重要性 胃静作为一种先进的医学检查手段 通过一条柔软纤细的导管 轻柔的深入患者的食道 胃及时二指肠 使医生能够直观 详尽地观察到胃黏膜的色泽 形态 质地等变化 从而发现可能存在的癌前病变或早期胃癌 胃静还可以对可疑病变进行活检 通过病理学检查明确病变的性质和分歧 胃后续的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同时对于一些溃疡或早期癌前病变 胃静下加闭和切除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不仅可以减少患者的痛苦 还可降低手术风险 缩短康复时间 现在医疗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无痛胃静 胶囊胃静等新型技术得以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 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和恐惧感 因此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 一般建议3到5年复查一次胃静 若是胃部存有病变 则需要缩短检查间隔时间 胃癌筛查除了胃静外 还包括一系列辅助检查手段 血液检查可通过观察血常规指标 及CEA癌胚抗原 CEA19-9糖类抗原 19-9等肿瘤标之物 初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贫血 感染等状况 并辅助判断胃癌风险 4.X线背参检查 则通过口服含背造影剂 利用X线透视观察胃部情况 对于发现较大胃溃疡 或胃内隆起性病变有一定价值 超声、CT和核磁共振 MRI也是胃癌筛查中 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超声检查凭借其实时性和无创性 能够迅速捕捉胃部的解剖结构变化 而CT检查则以其高分辨率 和三维重建能力 清晰地展示胃部病造的形态 大小和位置 MRI则通过其独特的软组织分辨率 进一步精细描绘胃癌的近人深度 和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以上每种检查方法都各有千秋 互为补充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以提高胃癌诊断的准确性 除了筛查 面对胃癌这一严峻的健康挑战 预防也尤为重要 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效预防胃癌的发生呢 如何有效预防胃癌的发生 预防胃癌的第一步是深入了解其诱因 胃癌的发生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 幽门裸杆菌感染以及慢性疾病等 每种诱因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胃癌的发病风险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诱因有清晰的认识 以便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全面改善饮食习惯 长期食用腌制 熏制 油炸等食品 以及过度摄入辛辣 刺激性食物 都会增加胃粘膜受损的风险 进而诱发胃癌 因此 预防胃癌首先要改善饮食习惯 保持饮食均衡 多摄入新鲜蔬菜 水果 粗粮等富含纤维素和维生素的食物 减少高脂肪 高热量 高盐食品的摄入 积极防治优门裸杆菌感染 它是胃癌的重要诱因之一 其传播途径为口口传播 粪口传播等 这种细菌能够在胃粘膜上生长繁殖 引发慢性胃炎 胃溃疡等疾病 长期不治疗可能演变为胃癌 因此 预防胃癌需要重视该细菌的防治 保持个人卫生 外出就餐最好使用公块 并定期进行 幽门裸杆菌检测 若发现感染 应及时就医治疗 彻底清除细菌 坚决避免不良生活习惯 不良生活习惯如长期吸烟 过量饮酒 作息不规律 饮食无度等 都可能对胃粘膜造成损伤 进而引发胃炎 胃溃疡等胃部疾病 胃胃癌的发生 埋下隐患 大家应该尽量戒烟 并限制研究量 规律作息 保持良好的心态 避免长期的不良习惯 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积极诊治慢性胃部疾病 对于长期存在的慢性胃炎 胃溃疡等慢性胃部疾病 可能会增加癌变风险 及早诊治可阻断疾病进展 降低胃癌概率 同时 治疗还可缓解胃病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预防更加严重的疾病 努力改善生活环境 以降低环境致癌风险 平日生活和工作 需远离污染源 避免长期暴露于 有害化学物质 重金属污染的环境中 此外 关注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 时常通风 物浸食过烫 煤变或酒制的剩菜剩饭 也有助于降低胃癌的发病风险 综上所述 预防胃癌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才可有效降低胃癌的发病风险 守护我们的健康 张阿姨由于及时接受了检查和治疗 才能够尽快得以恢复 张阿姨的故事提醒了更多的人 要关注身体的变化 不要忽视任何可能的疾病信号 关注自身健康 定期体检 及时发现病治疗潜在的健康问题 让我们一起努力 共同抵御恶性肿瘤的侵袭 守护我们的健康与幸福 中文字幕 leveling中文字幕 Theory 感谢观看